今天的生命斗士我们要来认识这位主角 是一位眼睛罹患了罕见疾病 只能看到眼前十公分距离的弱势女孩 不过即使必须拿着放大镜贴近桌子上 一字一字的看书 但她始终是不放弃的 现在是清华大学硕士班的学生 拿着放大镜几乎爬在桌上 才能看到讲义上的图形和文字 有着水汪汪大眼睛的庄靖杰 是清华大学自公所二年级的学生 国医时被检查出 罹患罕见的少年型黄斑部病变 视力随着时间持续退化 现在只剩下0.02 仅有十公分的视力 我就是中间的这一块 就是细胞坏掉了 退化死掉了 所以中间的东西都没办法看 所以就是靠旁边看东西 那像字啊书本上的字啊 或者是人的长相 这些都属于比较仔细 你需要看很仔细的这些 我就比较不能看 从小就是个自由生的庄靖杰 被医生告知得了无药可医的眼疾 爸妈带他四处求医 但仍阻止不了视力持续退化 青春才正要开始 却感觉眼前一片黑暗 让他有一段时间远天尤人 就觉得很衰啊 干嘛为什么是我 就觉得很衰 现在就觉得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啊 因为我后来就发现 其实眼睛看不到 也有蛮多好处的 就是像是可能不用缴全费啊 因为政府会补助 不放弃自己 庄靖杰靠着望远镜 放大镜等辅具 国三级册PR值99 高中学册66级分 一路进到清大自工系 日本有个工程师 就是利用资讯工程的科技 帮助和自己一样的人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想说来念自工好了 念书要靠放大镜 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打电脑也得依靠 扩试机的辅助 同学用四个小时写完了程式 他得花上二十几个小时 念自工对靖杰来说 非常辛苦 也相当耗费眼力 他的努力也得到回报 大学成绩名列前茅 常常获奖 最感谢的就是老师 和同学的帮忙 就是这样够大吗 嗯 可以 有一些设计的 硬体设计的课程 会有很多的图 那我们都要想办法 就是把图放大给他们看 那如果放大 还是没有办法 很清楚你们的话 那我们还要加上很多的 描述或是比喻 一份执着 让庄靖杰不受视力的限制 在学业上有过人的表现 2010年还出版自传 点亮幸福为光 分享自己过去十年来的困难与挑战 目前还是研究生的他 正在摸索未来的目标 庄靖杰说就算视力越来越模糊 但懂得珍惜生命的他 一定会活得璀璨光亮 记者展日文新竹报导